院長主席好 有請我們蘇院長 蘇院長請 院長您好 各位團隊辛苦了 我來自屏東 我想院長對於 這些問候語應該很熟悉對不對 當年在屏東 我有機會為屏東推動台灣族語的教育 盧凱族語的教育 跟著當年我們原住民的孩子一起學習 甚至帶著他們到全國很多縣市 用原住民的母語 表演最精美的舞蹈 讓很多縣市的鄉親很羨慕 也讓孩子很有自信 我很記得那段美好的時光 謝謝 也很謝謝委員 在屏東為教育所做的貢獻 屏東很多的年輕人 很多教育界的同仁 都很對委員很多的肯定 很多孩子有很大的感謝 謝謝院長 我也很榮幸 您不僅僅是我小學的學長 更是我第一年擔任小學老師 當時也是您第一年的縣長 所以您剛才所提的那些 都在我的回憶當中非常的美好 我想院長您豐富的生命經驗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理解跟接納 而您卓越的領導 也促使我們對您有非常強大的信任 那我想昨天的下午 我們的總統他發表談話 宣布未來的14天 我們的國家要進入第二波的防疫關鍵期 那我就回想到 在過去的3月3號 3月15號 美國聯準會呢 在半個月內 連續大降息兩次 2加4、6碼 我想這是史無前例 那我又再更往前回想 我想到我2月份來到立法院 2月25號呢 能夠跟大家一起的來參與 防疫特別條例的三讀通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哇 有政府會做事 我覺得我們在因應這個疫情 真的是超前部署 我們呢 紓困 我們振興 我們防疫 那麼我們用這樣的一個特別條例 來穩定我們的民心 來穩定我們的市場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真的覺得予有榮焉 而美國的時代雜誌呢 我也特別看到 他們細數我們的防疫經驗 並且他特別寫到 他寫到什麼呢 台灣的參與 原本可以挽救許多的生命 因為我們看到疫情發生以來 這4個月 全球的這樣的一個確診病例 已經來到了將近22萬人 而且呢 病毒是不挑人的 也可以說他很會挑人 上至國家元首明星都有確診的案例 那這樣的一個4個月期間呢 失去性命的也已經將近9000人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看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想鏈條定律告訴我們 就是最弱的那一個環節 可以決定這個鏈條的強度 那水桶定律也告訴我們 最短的那個木板 他可以決定這個水桶 可以裝多少的水 所以呢我們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就是讓世界看到 我們的一個經驗 我們什麼經驗呢 我想口罩這件事 他是在我們的產業鏈當中 其實是一個小螺絲 但是我們的政府大有能 竟然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能夠創造60組的一個生產線 我想呢 這個真的是跌破世界的眼鏡 而且呢 我們也能夠讓 在我們的醫療體系當中 一個小螺絲 藥師 我們竟然能夠來讓他們 負責口罩分配的工作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口罩的產業當中 其實決定了我們台灣 在世界的眼中 他是一個強韌有能耐的一個國家 我想我在這個地方 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高興 所以我還是要不斷的講 我今天的主題就是說 超前部署 我覺得這個超前部署的觀念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在這個地方也要跟所有的團隊 我沒有辦法一一署名 因為我們的白宮網站 前陣子還連署請願 說要請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去擔任WHO的秘書長 我們也看到日本的媒體 竟然感嘆說 他們1.2的人口也出不了一個唐鳳 希望呢能夠邀請我們的唐鳳政委 到那個地方能夠一個禮拜 IT大臣來協助防疫 所以我想這個背後 其實我要講的是 這個是一個強大的團隊在支撐 尤其是卓越的領導者的思維 我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 要打破我們的框架 我們才有辦法展現我們的認度 所以呢 我在這個地方就是特別要提 2月25號的時候 我有參與我們防疫特別條例的 預算審查的聯席會 那當時呢 我也透過發言 幾分鐘短短的發言 我當時有去提到我們的教育部 也有提到我們的圓民會 我說希望能夠在這樣子一個珍貴的特別預算 因為預算很有限 但是呢我們要能夠超前部署 要有前瞻的思維 所以我特別希望說 能夠在預算的科目 能夠有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所以我特別想要聽聽看 就是我們的圓民會 或者我們的教育部 不曉得說他們在這個方面 做了什麼樣的一個創新思維 謝謝 很謝謝會員對我們很多的關心 鼓勵跟支持 其實這一次的疫情來襲 全世界的人同時受到衝擊 也同時比較出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人民不同的做法 我在第一線最最感受到 這一次我們全體台灣2300萬同胞 一定特別感受到 在台灣真幸福 台灣有政府會做事 這個政府不是只有行政 其實您看 正因為全體人民的支持 才能舉國之力來對抗病疫 而像貴院代表最高的民意 這一次在最快的時間 不分朝野一起支持通過特別條例 支持編出來的特別預算 這一次我們看到 無論是陳時中部長防疫團隊 或者我們陳其邁護院長帶著 專家會議相關的各個方面 其實你看到有口罩 也是我們經濟部長帶著整個 包括機械的組裝 一直到原料的配置 到口罩的生產 甚至於交通部向下 在路上送口罩的郵差門 所以其實是每一個環節 大家一起努力 你提到唐宏政委 其實後面在鍵盤後面 有多少人多少專家 才能撐出我們的實名制跟2.0 所以如果不是 我們很早台灣 就有上次對抗SARS後的覺悟 建立了那麼好的疾管屬防疫體系 這一次不能這麼樣盡然有序 如果不是我們已經早有健保制度 也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做出實名制 所以我覺得我們全部就是一個國家隊 在蔡總統的引導下 他最第一時間就已經召開國安會議 所以台灣人真的 我們不是全世界最強最大的國家 但我們的國家絕對是上下一心 舉國之力 我們這一次已經守住第一波 現在戰戰兢兢正在防守第二波 請大家要有信心 只要舉國合力 相信我們能夠為抗病疫 我們一定能夠守住台灣這一塊土地 那委員指教 要聽教育部後 委員明會 我請他們來給你報告 謝謝請 跟委員簡單報告一下 嚴明會的部分 我們在這次的整個 紓困跟振興的方案 我們推了四個方案 第一個已經在推動 就是所謂的金融紓困措施 我們把原住民主的經濟產業 還有今年創業 跟信保的貸款付有1300多家 我們已經提供利息前面 一直到明年6月30日為止 這是第一個部分 已經推動了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下週 會推出所謂的部落景觀優化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段時間 在防疫期間 國外遊客沒有辦法 進入到台灣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我們的部落的整個 部落意向 文化意向 還有步道的做一個優化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有編列 大概有4000多萬的費用 來讓我們的主人做故宮過料 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指我們在這個 武漢肺炎舒緩之後呢 我們的遊客大量進入到我們的部落 我們歡迎他們進到部落 我們會提供行動支付的回饋 我們每一個單筆的消費 會提供500元的消費的回饋 我們也歡迎我們健康的 國內的我們的遊客 可以進入到我們的部落 好 最後一個是產業多元行銷 我們會直接來推動 謝謝 也就是說 除了防疫紓困之外 這一些創新方案 也能夠帶動未來的振興 謝謝 那教育部 非常熱忱 特別感謝 那針對委員再提到 有關防疫上 除了特別預算 教育部 將近5.8億 全力來協助學校做好防疫之外 其實教育部 包含我們 這段時間 我們能夠前瞻什麼 對 運動產業的這部分 也是我們要關照 那在院長的組織下 我們也提出這樣的方案 其實從原來的預算 還有我們動用到 體育發展基金 將近20億的費用 也會在這一塊來做 那另外一項 也是委員最關心的 萬一學校有停課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讓學習不中斷 而且可能要善用這一次的防疫 讓我們過往 大家已經儲備很久 對於線上教學 學生應用 老師來應用 線上的資源 其實我們借助這一次 前瞻計畫的100億 在校園的 不管是網路的部件 或是資訊設備的更新之外 其實這一波我們也看到 我們好幾回 跟地方政府 還有我們很多民間的 這些數位的學習 大家已經做了這個準備 那更重要的是 對於老師在應用 數位遠距教學的 這種能力的增強 還有大家 從不習慣到 變成這是一個好的心機 這一部分 各縣市 也跟我們一起 在跟老師們做演練 因為演練了 才會把原來不熟悉的變熟悉 從這次有一所高中的 全校停課 更好是一次我們 讓全國的老師們也知道 隨時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準備好了 對不對 在這方面 我們也全力超前準備 我想未來的教育 學校是沒有圍牆的 沒有分都會 沒有偏鄉 那我想呢 透過這一次疫情 當作是我們一個戰備演練 那未來的教育 透過遠距 我想呢可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謝謝我們的 謝謝委員 我們往這個方向再持續努力中 謝謝 那我想 院長 我在這個地方 也是想要跟我們所有的部會 我們的長官們 一起的來思考 就是超前部署 因為 對我們原住民族而言 我們也需要超前部署 因為我們的土地在流失 我們的語言文化都在流失 我們的生活習慣跟這個國家 有很多的磨合 因為我們原本有自己居住的地方 自己分配土地的方式 應用土地的方式 有自己盥洗的方式 但是現在呢 好像有很多的法令 好像是衣服要套在我們的身上 其實羞羞補補 怎麼穿也不會漂亮 也不會舒服 這個是為什麼我們來到立法院 要跟行政院一起來合作的原因 我們希望在這個方面 我們有很多的法令要超前部署 讓我們的語言文化 能夠繼續的在土地 台灣這塊土地產生效應 所以我們的原住民族學校法 我們的原住民族健康法 我們的原住民族自治法 我們的歷史正義 及權力回復條例等等 我在這個短短的時間 我有跑過16個部會 跟我們的委員會的這些部會們 我來跟他們交換意見 我想這個歷程就是要希望 能夠透過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所有的部會 我們的官員 我們的一起來認識 我們這一塊土地上 我們雖然人數少 但是不要忘記 最弱的這一環 可以成就我們的偉大 謝謝